持久迎新,喜喜揚揚 陽年的春節,市面氛圍的熱烈 一點都沒有輸蝕比往年 過去的一年不堪回首 展望未來一年仍然是陰情難測 事實上,香港經濟有望在新的一年保持平穩 最大的隱患,仍是在政治方面 初一,我在這裡祝願全港市民 在陽年身體健康,萬事如意 家庭幸福快樂 我也祝願全港的各行各業 在陽年大展紅圖,業務蒸蒸日上 大家都知道,陽年對於香港的民主發展 是非常之關鍵的一年 所以剛才我在祈福的時候 都寫上正通人和 希望社會和諧 大家能夠凝聚到共識,收窄到分歧 稍後政府提交的政改方案 能夠在立法會順利通過 讓我們能夠實現到在2017年 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這個是我今年的願望 我暫時就沒有什麼進展可以和大家 但是我們在稍後 但是我會習得了